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来我家》 全心节是在《罗马书》12章13节 经上记着说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美款待》 今天的信息是 当我邀请人来我家的时候 我就好像服侍上帝那样,服侍他们 想想,对上一次你家有客人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准备呢? 你准备了什么来招呼他们呢? 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故事 是有关于邀请客人来家的故事 这是阿居拉和白基拉 上帝的好帮手 保罗要去世界宣告耶稣的福音 他走了很远的路 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 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 他来到了哥林多 在那里分享上帝的福音 哥林多是一座很重要的城市 很多人在那里住和做事 保罗不太肯定他在哪里住好呢? 做什么好呢? 之后他就遇到了阿居拉和白基拉 当时罗马皇帝下令所有犹太人要离开罗马 而阿居拉是一位犹太人 他刚才搬到哥林多没多久 其实阿居拉和白基拉还未定居下来 但他们都不想了,教会不会不够靓呢? 不管了,还是邀请了保罗来家 很快他们就发现彼此之间 有很多比其他哥林多的犹太人更多的共同点 他们都是做帐篷为业的 阿居拉和白基拉都很好客 意思是他们很喜欢招呼人家来自己家做客人 他们希望来到的人都有品质如归的感觉 他们不单只邀请保罗来吃晚饭 他还邀请他和自己一起住 保罗帮他们做帐篷 也带领他们更加认识耶稣 保罗和阿居拉和白基拉一起工作 和生活了一年半 阿居拉和白基拉在保罗身上 学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迹 他们都很热心地周围分享耶稣 就好像保罗和他们分享的一样 直至有一天他们都再次启情 去其他地方去宣告耶稣的福音 他们三个人一起航行去到以弗所 保罗继续他的行情 而阿居拉和白基拉就决定要住在以弗所 在那里有一位犹太人叫阿波罗 他都在那时候移民去以弗所 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 和他知道很多关于圣经的东西 他学了一些关于耶稣的东西 在那里就分享给每一个人 他甚至在犹太人的会堂里 讲关于耶稣的道 就在那里阿居拉和白基拉就遇到他了 好像当时在哥林多遇到保罗一样 他邀请他和他们一起住 他们给他吃 令他住得舒舒服服和分享耶稣的事 阿居拉和白基拉和每一位他们遇到的人 都分享耶稣的福音 他们靠制造和贩卖帐篷维生 他们是很聪明的商人 但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们的热情好客而被人记得 他们透过邀请人来家作客 去到服侍耶稣和服侍人 他们用真诚和实际的方法 去到向人展示了上帝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